他产生其他的畏惧 如果说我未来也会跟他们一样老病死的话 我即便是当上国王 我还是一样会老病死 我即便是深爱的 我最爱的耶稣托罗王妃 还有我的爱子罗赫罗 我这么的爱你 但是我没有办法让你不老不病不死 那个思考一直在心里面 好好的不断的升起 也就这种动机之下 他想到一件事情 有没有一种方法 可以让我们自己免于老病死的干扰 不受到业力的轮回的干扰 所以当他在看到 在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突然发现在远方的森林 有那个修行的苦行僧经过 他对那个景象非常的震撼 他想一下 那个苦行僧没有任何的财物 就是一个三一一波 然后就在森里面很安详的走路 好像没有任何的忧愁一样 他发现自己贵为一个王子 拥有许多财富 但是心里面没有办法得到安定 所以他想到一件事情 也许那种苦行 那种修行就是一种方法 后来他总算下一个最大的决心 做出离 离开皇宫 离开他的孩子 离开他的爱妃 也离开他的父王 彻底的离开他所爱的王国 后来的发展 我们大概就比较清楚了 不过我跟各位要谈就说 当我们了解到 希达多太子菩萨离开他的皇宫之后 其实并没有一开始就获得解脱了 他离开的那一年 他开始寻求方法 各位了解 其实希达多太子 也曾经拜过几个当时很著名的老师 其中有一个老师 是他过去当学徒的时候的老师 他也是个婆罗门 也就是吴比丘的乔承鲁 那个是一个很年轻的婆罗门 但是后来学业毕业了之后 就离开了 但是乔承鲁知道 这位年轻太子以后 很可能是他未来的指导者 所以他一直跟他保持一个关系 那么当希达多太子离开皇宫之后 他第一个去学习的老师是谁 其实属于印度当时 很流行的六派哲学之一的数论派 他们专修瑜伽跟禅定 所以佛陀那时候学到了 第一个老师叫阿罗拉 阿拉拉 这个老师基本上很重视禅修 那么他带给希达多太子的指导 也是在禅修定义上面 据文 这个老师他可以修到 所谓的事无设定 事无设定 我们了解禅定吧 知道 我们现在看到佛教的 那个三无漏学当中 会有提到所谓的戒定慧 而那个戒 基本上是指一般的伦理 好好照顾自己跟他人 好好善待自己跟他人 特别是自己的念头 那个都属于戒的部分 定的部分呢 其实有部分是来自于佛陀 当时之前所学的定学 特别是跟当时印度相关的四禅跟八定 四禅跟八定 这个要稍微解释一下 让我一下 各位 有听过所谓的三界轮回 我们是属于哪一界呢 欲界 色界 无色界 哪一界呢 欲界 对没有错 欲界的特征就是 我们会有食欲 也会有性欲 就像轮回里面的告子所说 食 色 性 这是人的天性 这是欲界众生的天性 那么在当时佛陀时代的那一个宗教界 他们有盛行一种的观点 三界的存在 人是存在于三界 一般的畜生到 狗猫 甚至我们所看到的鸟类 或是恶鬼地狱 以及阿修罗 还有一部分的天众 也是在欲界 但是呢 欲界上面有一个色界 叫色界 色界那个色啊 基本上 色的巴黎人叫Lupa 它是指维系物质 会要说 有一些人 他如果说经常修禅定 他不喜欢欲界的干扰 不喜欢欲望的那种抓取跟困惑 他往色界的禅定去修的时候 他会离开欲界进入到色界 所以色界是一个很精细的 精致的物质的 纯粹唯妙的世界 一般来讲我们说天人的世界 天衣无缝 是吧 有听过吧 基本上那个缝 应该把它解释缝 天衣无缝 什么意思呢 天人的世界 它只要想象 就可以获得满足 它的衣服不用去缝 它自然生成 所以这个色界是很微妙的 天人所住的世界 它也是新的清净的世界 然后再高一点就是 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佛陀祂的老师 祂还没有解脱之前老师 两个老师所修的世界 无色界 也就是所谓的这一个无色界定 那么我们稍微做个区分 欲界色界无色界 没有颜色或是没有物质的那个世界 或是小小物质的世界 叫无色界 这三个世界基本上是使心的程度 一般人如果说他不失 做好事 说好话 善待家人同事朋友照顾员工 然后对社会的贡献 他仍然会是在欲界里面 为什么 因为他的欲望是成为一个存在 不管他是做哪一种的好事 他还是回到欲界 可是如果说你要 像佛陀所说的 进入到色界的生命的话 你除了做布施 辞界人路之外 还要再加修禅定 因为禅定可以让心清净 往生色界 但是当时佛陀 那个时代的许多修行人 基本上不是为了色界而修定 很多是为了无色界而修定 所以无色界像很高很高的长寿天 那个都是在无色界 一进去之后 你的寿命好几亿万节 非常的古老 但是佛陀在 应该说希达多太子 希达多太子在跟着他的老师 阿拉拉先人 在修这个无色界定的时候 他发现到一个重要的事情 有一天他跟他的老师一样 也进入到所谓的无色界定 应该是处于说的空无边处那个世界 然后他获得那极大的空无感 获得极大的宁静跟喜悦 他在那边住了很久 好几天 然后当他回过来 我们当下的时候 他产生个疑问 刚刚进入到那个禅定世界很宁静 可是为什么我一回到 当下这个世界当中 我那一些的思考 又会想起耶稣托罗 也会想起到我的孩子 会想到我的爸爸 然后想到我个人 本身生命存在的忧虑 这是一个问题 所以当他把这个问题 跟他老师分享的时候 他老师跟他说 没有错 你所悟到的境界 那个定境 跟他是一样 但老师也很坦白 基本上印度的宗教师都很坦诚 他们都是在为努力 往真理的道路迈进 但是没有一个人 确定他获得最后的真理 所以他老师阿拉拉先生 跟他讲说 没有错 我跟你一样 我也是触定之后 还是会有烦恼 但是在定当中 不会有烦恼 那这个话提出来之后 佛陀开始思考 我们要了解 佛陀的态度 有点像是一个科学家 这个方法实践 后来发现不通的时候 他一定会想办法 再换一个方法 换下说 他虽然是 拜这个阿拉拉先人为老师 但是他们并没有 所谓的终生 是土式的观念 只要是谁找到真理 谁要跟对方分享 所以后来他知道 老师的成就 大概是阶级的时候 他就要开始另谋出路 后来他又找到 第二位的老师 那个老师是修更深定的老师 他应该叫芋头切先人 他跟先人还是修 那个五色界定 后来他修到最高的 飞翔飞飞翔定 也就是三界的天 最高的游顶天的地方 没有再高了 没有办法再高了 后来他跟老师分享 他的成就之后 老师也跟他坦白 对没有错 我们到这边 以前是最究竟的 但是没有办法彻底的止息 出定之后的烦恼 后来佛陀就离开了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要了解佛教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了解佛陀 他的思想人人跟特质 他不是一个乖乖的学生 他是一个充满思辨 努力积极跟进取 追求解脱的学生 他是一个实验家 也就是说他会对他所学东西 听到的实作 达到之后再验证 如果发现他不完全能够带来 我圆满的解脱的话 他会随时再用其他方法去精进 所以经过这两个老师之导之后 佛陀他的禅定的深度 达到当时印度中药界最高的成就 但是他还觉得不满足 最大不满足在于就是 一旦出定之后 他的烦恼还会再生起 那么我跟各位稍微聊一聊 那个定力跟智慧有什么差别呢 好比说了 我们如果说庭院里面有杂草 你把那个大石头 就把压在杂草上面 把压个一个礼拜 两礼拜乃至到一个月两个月 当你把那个石头拌开的时候 那个草当下还在不在 还在 但是你只要给他一点雨水跟阳光 大概两个礼拜三个礼拜 那个芽就会冒出来了 同样道理 在很深很深的定境当中的时候 那个烦恼是可以像被石头一样给调伏了 但是只要那个定境离开 那个石头拌开之后 阴跟缘再聚足 风水种子聚合之后 那个压烦恼还是冒出来 所以后来佛陀发现 他所学的那个修学的内容 定学 有一些存在内在的问题 因为他只是把那个烦恼给压下来 但是没有完全的把那个根给拔掉 后来佛陀是只能发现 他可以拔掉那个根 其实他所拔掉的根 跟我们今天所提到的这个主题 有很大的相关 也就是八正道 当佛陀他经过两个禅定 老师的学习 然后也发现到他的定 可以到最高的定 但是他也发现一个定 也没有办法再来解脱 所以他后来就离开第二个老师 那怎么办呢 当他离开的时候 他其实有点挫折 为什么 因为他还是没有入到最圆满的真理 所以他带了一些的尝试跟期待 继续在恒河的中游地区徘徊 那个时代的印度的时代背景 我们稍微再聊个比较多一点 各位有没有听过 有一个佛教的十大弟子 佛陀的十大弟子之一叫傅柔纳 傅柔纳 没有 这个人挺有意思 他的巴黎文叫扑纳 其实把它翻译到中文叫福报 一般把它称为叫傅柔纳 扑纳 傅柔纳他来跟佛陀学习的时候 带了许多烦恼 后来经过佛陀的教导之后 他也解脱的成为阿罗汉 然后当他解脱之后 他跟佛陀说 包括老师 我的功课已经达成了 也不是在受后友了 不会有任何烦恼 但他现在是想要做一件事情 他想要去西方红防 印度恒河 印度的恒河中游 在佛陀时代 它是属于一个新兴的开发的领域 比如说摩切托国的贫婆 苏洛王 大概就属于印度恒河中游地带 最强大的王国跟国王 他是新兴的地带 新兴的地带有一个特别 他跟西方 也就是我刚刚所提到的 亚利安人从那个中 欧洲中东那地方进来到印度山口 那个西方的地方 跟中游不太一样 亚利安人的婆罗门教在西方停留很久 他形成一个好几千年的大势力 因此这个婆罗门教对于恒河中游的新兴的宗教 包含佛陀正业的佛教 齐纳教 以及其他的六师外道 其实他们的态度都非常不客气 换句话说 西方在那个时候的佛陀时代 是一个宗教非常古老的婆罗门教的地区 思想非常的保守 他的信仰是以费陀奥义书的经典为主 那么佛陀纳跟佛陀报告说 老师我想到西方去弘法 他的意思其实是说 老师我想到那个最难弘法的地方去弘法 佛陀又跟他警告过说 哎呀佛陀纳老师知道你解脱了 但是还是要再问一下 西方人不好教化 西方人的思想非常的保守 西方人的宗教经典 有太多古老的迂腐的迷信 因此如果你到西方去弘法的话 他们对你不客气 你会怎么办呢 这时候那个佛陀纳就跟佛陀报告说 报告老师 我到那边去弘法 如果他们对我不客气 我还是很感谢他 毕竟还有个机会让我讲讲法 后来佛陀就说了 如果他们骂你的话 你要怎么办呢 那佛陀纳就说 那我还是要 这个很高兴的感恩他们 因为至少他们还没有打我 如果他打你怎么办呢 那还是要很感恩 因为他没有杀我 那如果杀你怎么办呢 那也不错 因为他本来就解脱了 对 你要了解佛陀的威力为什么会强大 是因为他的弟子 每个圣弟子都误得真理了 所以他们的心解脱了 他那个设身还在 还会受到业力的干扰 但是心解脱了 所以他们不会另行那个生命 这个是很感动的事情 那我跟各位说 我刚刚所提到的 佛陀所修那个定 佛陀所修的定 当他在第二个老师教导当中 获得最高的成就之后 他发现老师已经没有办法再依赖了 我再说一次 佛陀那时候发现 老师已经没有办法再依赖了 离开这个老师之后 未来的真理的大路 只有透过自己慢慢摸索 所以他有点像是一个英雄的历险记一样 在面对一个无知未知的一个蛮光的地带 寻找他内在的宝藏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 你会发现 佛陀从禅修的道场离开之后 他又开始拜访当地最有名的 最有成就的苦行者 我刚提到的婆门 基本上是属于古老的亚利安的系统 而在佛陀时代 还有一种跟古老的婆门 不太一样的宗教势力 那个势力 他马称为叫做沙门 沙拉曼 沙门这两个字 基本上不是佛教所专用的 沙门这两个字 基本上是属于当时在印度 中部恒河流域地区 新兴的宗教思维 凡是不愿意接受婆门教的思想 舍家弃子 游行于森林跟城镇修行的那些人 通通都成为叫沙门 所以有一段时间 佛陀西达多太子自己 也成为叫沙门 那么沙门的思想当中 有好多好多不同的哲学的宗派 我们现在在佛教经理里面 所看到的六师外道 乃至于九十六种的外道 就是当时在佛陀时代的沙门 宗教阵营当中 所存在的宗教现象 但是请记住 在古老的佛陀时代 佛陀对这些外道的看法跟态度 可能跟我们现在想象的不太一样 佛陀把他当作是一个同修 努力往真理追求的同修跟伙伴 不是像我们现在说骂人 你叫外道 不是的 外道这样是在古代的佛教 其实把他当作是不同的学习的宗派 有时候把他当作叫义学 差异的义 义学 这个表示我们是在努力为真理而前进 但是所依止教导不太一样 那个没有骂人的意思 那回到刚刚所说了 当佛陀他离开他的老师 去学习解脱烦恼方法的时候 他也陆陆续受到当时印度宗教界 许多共同的思想 哪些思想呢 夜 轮回 解脱 我们现在所说的三个夜轮回跟解脱 基本上都是佛陀那个时代 是佛罗门教 以及沙门思潮当中 这些教派所共同讨论的 他们所关心的都是同一个问题 神教夜 人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 我们为什么存在 那存在的原因是什么 那如果摆脱原因而达成解脱 解脱 不再轮回 所以这是他们共同关心的议题 连希达多太子也是一样 我举个 我说个像话来听听 有一次 有一个大学的教授 他的朋友来拜访他 然后他从远地来 不过因为这所学校 是在都市的中心位置 所以出路都比较是严格控管 你要进到学校的时候 都要经过警卫室 警卫室要问你一些问题 写一些事料才可以进去 有一次那个大学教授朋友 就来拜访那个教授 然后一旦进去之后 就敲门 然后遇到那个教授跟他说 哇我没有想到 你们这学校的警卫 即使是一个小小警卫 都充满了哲学的智慧 让他心献不已 他说他所问的问题都好艰深 非常的这一个 充满的那种思辨性 而且是他一辈子在想要追问的问题 那个教授就笑一笑跟他说 你跟我想看看 刚刚那个警卫是问你哪些问题的 那个朋友就说 他只问三个问题 但我回答不出来 第一个 他那个警卫就眼睛瞪着他 你是谁 第二个 你从哪里来 第三个 你要到哪里去 这三个问题 他听了之后就弄在那里 讲不出来 我到底是谁 我的父母还没生活之前 我到底是谁 我从哪里来 那这个身体灭完之后 不见了 我要到哪里去 所以那个大学教授的朋友 对那个警卫的三个问题 吓一大跳 吓一大跳 因为这个也是他在关心的问题 我跟各位说 刚刚那三个问题 也就是佛陀 希拉多太子 还有当时印度的宗教界 所有的宗教师 都在关心的问题 为什么生与于死呢 为什么你有钱呢 我没钱呢 为什么你是健康 我是容易疲惫衰老 为什么你长这么帅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的 不太帅 为什么有这么多女朋友 为什么我并没有呢 那一些的问题 好多问题 都是当时宗教界 在关心的问题 而基本上 佛陀当他离开 那个禅修老师之后 他就像是一个探险者一样 跟那个大的河流当中 所有的宗教师 一起来关心这个问题 那么我要提到就是说 当离开那个禅修林之后 佛陀他后面接触到的宗教 其实有个宗教对他影响非常大 那个宗教目前还存在 他们的仪式 衣服 以及那个佛像神像的造型 都非常接近佛教 那个宗教法 我们把它称为叫做奇纳教 吉纳 奇纳教 奇纳教是一种印度 非常古老的宗教 土生土长的宗教 他的教主传说是比佛陀还要找好久 之前的一个圣者 但跟佛陀一样 他也是撒地利阶级出生的 不过跟佛陀不一样的地方在于 当西大多太子 他从禅修林离开之后 他为了寻求那个最真切的解脱答案 后来他遇到奇纳教徒 然后也问过他们修行的方式 那些的奇纳教徒 跟他们分享的方法 也就是一般我们现在在印度所看到的苦行 哪些苦行呢 好比说不珍惜自己的身体 每天只吃一马一麦 饿肚子 然后只喝水 这是苦行 奇纳教也做 还有一种 他会准备那个针簪 然后让自己的屁股就坐在那个针簪上面 不动 流血也不动 那个也是奇纳教的苦行之一 还有一种 比如说 他把那个手就指着这个天空 然后发愿一辈子都不放下来 也是一种苦行 这种苦行其实在斯波神也有这种信仰 还有很多种 比如说把自己埋在土当中 然后用一个吸管 呼吸 然后请人把那个活埋 透过这种方式来锻炼自己的意识力 我稍微来谈一谈 我们了解一下 到底奇纳教跟佛陀的观点有哪些不太一样 我们就很清楚 佛陀为什么要在那谈 奇纳教他跟佛陀关心的事情是一样事情 如何从业跟轮回当中获得彻底的解脱 但是奇纳教的 奇纳教的教主就是Mahavira 一般我们把这个叫大雄 其实大雄保定那个大雄两字 一开始是属于奇纳教的用法 不过因为后面的发展 漸漸的佛陀也接受了 大雄Mahavira这个人 他有一种关联 人受苦是因为我们的灵魂 被绑在这个肉体当中 这个肉体就像一个灵魂的监狱 因此你要把这个监狱给打破的话 必须要修苦行 把那个叶给烧掉 换来说你修了苦行越苦的话 你那个身体的叶就会被烧掉 然后慢慢的灵魂就解脱了 获得虐盘 但是佛陀不认同这个样子 佛陀认为说 其实苦行并没有办法带来彻底的解脱 他认为透过他自己六年 抱歉应该是五年左右的练习苦行 他后来发现苦行没有办法彻底的解脱 他也发现 秦大教所谈的思想跟理论 有一点点不太对劲 因为秦大教非常重视行为 他们认为行为优先于心意识 但是佛陀认为不对 应该是心意识优先于行为 换来说 一台车能够动是因为有那个司机让他动 那个司机是属于心 而车子的行动虽然是行为 但是那个是后续的动作 这两个的观点不太一样 所以后来我们稍微聊一下就稍微休息 佛陀当他离开禅岭的时候 他就看到秦大教的修法 也跟了练习 将近五到六年的苦行 后来他把自己搞得实在是太累太累了 最后他快要死掉的时候 接受那个战胜童女 那个是叫他的供养 他才又活过来 然后透过后面的努力才获得解脱 所以这段的历史 如果说我们对他有所了解的话 待会我们就会比较清楚 为什么佛陀要谈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 那个概念 不管是从初起佛教到后面的 所有的佛教形态都一样 不会离开那个概念 那个概念我们把这个叫做 叫中道 当你了解佛陀所误导的中道跟缘起的时候 你就会很清楚 原来佛陀他对于当时 印度的思想界的了解 以及他内在所正道的深刻 那个地方的内涵到底是什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每一个流行佛法的地方 一定会看到佛陀的塔 设立塔 为什么 佛的塔代表佛的心 菩提心 也代表成佛之道 能够看到佛塔 能够拜佛塔 能够绕佛塔 供养佛塔 都有无量的功德 消除无量业障 一只鸟飞过佛塔 乃至影子 他就脱离上的道 乃至将来也可以走入成佛之道 所以希望各位 多发心造 不分大小的佛塔 多礼拜佛塔 阿弥陀佛 中华印经协会 邀请大众一起造塔 绕塔 供养佛塔 走向成佛之道 滋养生生世世的慧命 护持账号 1965-8482 1965-8482 顾名中华印经协会 生命点是板桥碑院讲堂 决办礼拜慈悲三昧水颤 共鲜花 共鲜水 祭护生法会 日期 9月24号星期日 上午8点半 地点板桥碑院讲堂 地址 新北市板桥区中山路2段581号 点了电话 02-2951-0355 02-2951-0355 上午7点半 于捷运江子翠三号出口 备有接驳车 法会备有免费消灾 超键排位 供大众填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